好榜样 给全世界做一个好样子 让全世界多来看 多来学习 多来推动 那么这个世界 全世界化解冲突 促进安定和平 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只要肯做 对不对有希望 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所以县长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 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可以做一个小节目 非常高兴 就是说人类已经可能对于资本主义 追求效率 追求利益 那追求享受 那么牺牲环境 或者牺牲家庭的安乐 大家已经开始在反省 那特别是在这样 金融风暴之下 那么我们把一些传统价值 比方说要有除息的概念 量入为初 那么我们希望年轻人 不要就是说应该要节俭 也应该要懂得吃苦 那有些工作不要挑剔 那事实上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苦过来的 那这个金融风暴是要给我们一个开始心灵安顿反省的好机会 那我们不要把地球的资源给耗尽掉了 那以后真的是永远不再恢复了 那我们把世代以后的自身的资产都把它发掉了吧 而是下一代人会骂我们 我们是非常不道德的 所以不管我们信仰哪一种宗教 如果我们不把世代的这种正义把它涵盖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的享受那是可能是一种罪恶 我觉得曹县长刚刚谈到这一点 其实跟老和尚我们每次在人爱和平讲堂里面谈的很多的理念 真的都是不谋而合 就是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够去剥夺去消耗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资源 因为我觉得这次金融风暴 可能还给世人有一个最大的震撼 就是您刚朝鲜长所讲的 其实也很符合宗教的一个理念 老和尚在澳洲也好 在香港也好 在美国也好 大家看到西方的宗教大概也在这一波金融风暴里面 所谓物极必反 对 这个基本价值 我想大概是今天我们的仁爱语言讲堂里面 其实最有意义的地方了 我们也非常希望了 老和尚有机会 多在我们仁爱和平讲堂里面 多跟我们的不同的领域的领袖们 多一点的意见的交流 那也非常谢谢 像曹县长这样子 能够在百忙之中 能够把你自己的施政里面 也能够跟宗教界领袖多一些交流 而且我可以发现到 其实双方的想法 在很多地方是很接近的 对 非常接近的 那应该是我们这个仁爱和平讲堂 这样的一种对话 最有意义的地方了 再一次的谢谢老和尚 谢谢 谢谢田中县的县长 曹县长 谢谢您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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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